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节 股权资本成本的估计 那我们在这一节呢 希望大家注意 等于说三个方面的啊 就是包括普通股啊 流程收益 以及呢混合筹资 资本成本估计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来看普通股 对于普通股的资本成本的估计方法呢 我们教材的谈了有三个方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确定资本成本的公式啊 那么大家可能已经记得很熟练了 就是无分险收益率RF加Beta 乘RM-RF 但其实这个方法的关键 大家是要掌握 这个数据如何来获得 就是无分险收益率RF 还有Beta 以及这个市场收益率RM 或者说市场分险溢价率 这些怎么来确定 这是属于考试 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 无分险报告率的这个确定 对于无分险报告率呢 一个呢是要记住 就是从期限来说 要选择长期的 对吧 另外呢就是要注意 用到期收益率 所以我们是选择 长期政府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这是我们的选择依据 那么理由的话呢 因为我们普通股没有到期日 它是属于长期证券 而且我们算资本成本 都是对未来的 比如说像这个投资决策呀 或者企业家的评估啊 都涉及时间比较长 是吧 而且长期政府债券 它的这个利率波动也比较小 所以正因为如此 我们选择长期的这个政府债券 然后之所以选择到期收益率呢 是因为不同时间发行的 这个政府债券 它的票面利率会不同 是吧 那我们选择到期收益率呢 就指的是从现在 当前这个时点 跟它当前的市场价格 还有预期的 是吧 我们未来的这个利息 到期本金 然后来测算出来的 是吧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票面利率呢 它经常会和这个到期收益率 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所以应该选择到期收益率 不同的付息方式 是吧 然后这 不同时间发行的这个政府债券 票面利率它实际上是 不相等的 所以用这个是不合适的 所以应该是用长期政府债券 到期收益率 然后呢 我们对于这个 就是利率的选择啊 就是要不要考虑这个通货膨胀这一块 就是用实际还是就是名义的 是吧 也就是我们的无分险利率 一般不特指 我们只是名义的 对吧 就是包括通货膨胀 这个附加率那一块的 但是呢 在特殊情况下 就是如果通货膨胀率特别的大 是吧 或者是涉及的期限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要用实际的了 那么这里面还要知道一个 就是利率的换算 还有这个现金流的这个换算的问题 就是我们无论是利率 还是现金流 我们都会有实际和名义之分 所谓实际 就指的是 剔除了通货膨胀影响 而名义呢 是包含了 是吧 是含着这个通货膨胀率的 所以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无论是利率还是现金流 名义的利率 还有名义的流量 都会比实际的会高一点 因为它含着通货膨胀 所以注意这个换算公式 是吧 我们在专业阶段已经介绍过 一加上名义 它是等于一加实际 乘一加通胀率 符合增长 是吧 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过 就好比就比如说 我们的销售收入 销量上涨 你可以认识实际的 销量上涨 引起的销售增长 还有价格呢 比如由于通货膨胀 我价格也涨了 那你的收入的影响 是两个增长的符合影响 对吧 所以一加上名义 这个利率 等于一加实际层 一加通货膨胀率 这个换算公式 那么对于现金流的关系呢 我们说名义流量 是等于实际流 要乘上一加通胀率的N字方 这个N就是相对于我们的机器 因为我们是假设 通货膨胀率是 年平均通胀率 对吧 也就是说假设我告诉你 我的通胀率是3% 那你既然通胀率是3% 那你 它指的是每年按3% 逐年再涨 所以现在假设你的 你要花100块钱 我问你三年后呢 名义的流量是多少 那么是不是100乘以 一加3的三十方啊 对吧 所以名义流量 是等于实际流量 也就是不包含通货膨胀 那个流量 要成个一加通胀率的N字方 是吧 就要考虑这个 有的时候它如果让我们去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我们应该要会 是吧 但是我们的决策的原则是什么呢 如果存在通货膨胀 我们只要 就是遵循一致性原则 就是名义流量 你用名义利率择限 实际流用实际利率择限 就可以了 是吧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用这个 就是名义的 这个无分险保护率 作为我们计算 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个RF的 是吧 通常情况 我们因为编预计报表 也是按照含通胀的 名义货币来编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情况 我们是利用 含通胀的无分险保护率 但是呢 在存在恶性通货膨胀 恶性就是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了 我们最好使用排除通货膨胀 这个实际流量 或者实际利率 还有预测周期特别长的时候 是吧 你就是看起来通胀率不高 但是你的符合影响啊 你像我们刚才谈了 我的这个名义流量 是等于实际量乘上 一加通胀率的n次方 如果这个n特别大 你看它这个 就是那个名义流量显得很大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利用实际了 然后第二个关键样数 就是beta系数 那么beta系数的话呢 我们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数据 来预测这个分险 对吧 我们是利用这个 比如说回归直线法啦 或者包括我们定义公式啊 什么的 都是要利用历史数据的 那么这历史数据的话 就要考虑用多长时间 由于我们是用历史数据 预测未来的分险 当公司的分险特征 没有重大变化 那你就可以使用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如果公司的分险特征 有重大变化 那应该使用变化后的年份 作为预测期长度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 以前是吧 是一个很传统的制造业 最近两年我们改了 就改成高新技术企业了 那你未来还是高新技术企业 那这个时候 你反而不能用很长时间 对吧 很长时间 那是传统制造业的时候 我用得用最近两年 变化以后了 是吧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期限的这个长度 是吧 那么要考虑这个期限 不是说越长越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时间的间隔 是吧 比如说我们按照回归直线法 你可以理解 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要考虑 比如横轴是整个市场的 收益率 重轴是这个个别股票的 你在考虑它这些点的分布的时候 是吧 那我们这点的间隔 那你就要记住 不能用每天的 也不用每年的 我们一般是用周或者是月 是吧 因为你用每天的话 那可能会 由于有些日子没有成交啊 或者停盘 是引起这个偏差 那么用年的话 它相隔时间太长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也比较少用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就用周或者是月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beta系统是利用历史数据 然后我们计算出来的 那么你根据历史数据 所算的beta值 能不能够用来估计 我们未来的这个 这个风险 是吧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 它的这个关键 去用因素 基因杠杆 财务杠杆 有没有变 如果公司 基因杠杆 财务杠杆 这两个方面 都没有 一定是两个方面 都没有变化 那是可以用历史的数据 去估计我们全一层的 但是 这两个方面 只要有 一个变化 我们就要去怎么样 那就不能用我们这个 自己的历史数据了 这两个方面 只要有一个变化 是吧 那么这个两方面 我们指的是 只要有一个变化 只要有 一个 有变化 那我们就不能用自己的了 我们要用 科币公司法 那么科币公司法的话 就是选择 这个有关 它的这个 经营业务 是吧 和我们这个 再评估公司的 就是 它的有关 这个业务 比较类似的公司 我们以它的这个 贝塔来作为我们的 就是我们本公司的 未来的权益资本的这种 这个贝塔值的 这个估计的这个数据 而且呢 我们其实在这个 第五章啊 我们还会掌谈 就是说 就是还会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 就经营分险相同 但是财务杠杠杠 有的时候 可能不太好找相同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卸载财务杠杠杠杠杠杠 来考虑 但是这块就 注意这个结论 只有当 经营分险 财务分险 都没有显著改变 你才可以拿 历史的beta 作为 我们估计 权益资本成本的 这个 这个beta 是吧 就是 做一个结论啊 然后我们再看 第三个 市场风险的 溢价的估计 市场风险溢价 RMB-RFC 那么我们这个 指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它的权益市场收益率和 无分险收益率的差 是吧 你看我们前面讲的 beta系数 你用过去的历史数据 我们说那个时间长度 不一定越长越好 要看它的那个 分险特征有没有变 如果没变 你是时间长一点好 要变的话 反而是要用变化以后的数据 但是市场分险一下 我们就时间越长越好 也就是我们这个 考虑这个 有关权益市场 这个收益率的时候啊 应该是要选择一个 较长的时间跨度 是吧 较长时间跨度 看它的这个权益市场收益率 和我的无分险收益率 那个差 对吧 而且包括经济繁荣期 要包含衰退期 另外我们在考虑 它这个市场收益率 和无分险收益率差的时候 这个市场收益率 怎么去选择 是吧 那么市场收益率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用 平均的市场收益率 那么这个平均市场收益率啊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算术平均法 一个是几何平均法 那我们 这本书的观点 是采用几何平均法 是吧 因为它可以考虑这个 符合的这个增长 是吧 可以比较好的预测 这个长期的这个 平均分险一下 所以它倾向于 我们这本教材 是倾向于几何平均法的 是吧 这是谈的有关 这个市场收益率 那么这个有关市场收益率 这个计算啊 我们说如果是算术平均 这个大家好理解 那就是把 因为我们的一般来说 它给你的是市场指数 那你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每一期的期末 你是期出 然后再除以期出 可以得到这个收益率 然后把收益率呢 加起来 再除以你的那个N就行了 但是几何的 这个收益率呢 我们是要 只考虑一头一尾 对吧 就是我们考虑这个 比如说零时点的市场指数 和你的那个 尾巴上那个指数 中间的不考虑的市场 就只考虑一头一尾 然后我们是认为 这个零时点这个指数 它每年逐年稳定增长 一加G的N字帮 是等于我们这个 N这个时点的指数 那你想你求这个G 其实都不用特意被公式 就是我认为 它是逐年稳定增长 所以我只考虑一头一尾 去推那个G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也是结合例题来看一下 对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一块估算资本 什么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某公司利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估计权益资本成本 下列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参数估计的说法 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呢 让我们说明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 估计无分险报道率的时候 通常可以使用 上市交易的政府债券的 它写了一个票面 那当然就不正确啊 我们应该选择 上市政府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因为这个票面利率 它因为不同的这个 时期发行的这个 国债 它票面利率会不同 包括它的 这个复期方式也会不同 是吧 它的票面利率会不一样 那我们应该选择 是到期收益率 是吧 然后再看第二个 估计β10的时候 都使用较长期限数据 算的结果 比较短数据 结果更好 那这个实际上 我们说也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估计β 只是我们是用历史数据 来预测未来的分险 如果分险特征 没有变化 使用较长的数据 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分险特征有变化 应该用变化以后的 这个时期的数据 去测算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 估计市场分险 溢价时 使用较长期限数据 算的结果 比用较短数据 结果可靠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市场 分险溢价 是反应是一个 平均的市场分险溢价 是吧 就是说要考虑 较长一段时间 要涵盖它的这个 高峰衰退 这些要考虑一个 平均的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他说预测未来 资本成本是 如果公司未来的业务 将发生重大变化 则不能用企业 自身的历史数据 来估计不太值 那这个是对的 就是它的 这个金银分险 和财务分险 只要有一个有变化 就不能用历史数据 来估算了 对吧 我们再来看第五 说过去两年 证券市场萧条 估计市场分险 溢价是要剔除 这两年 我们说这个不对的 对吧 因为我们不能 剔除萧条 你光保留高分期 那就会高估 我们是要考虑 较长一段时间 高分期 低谷期的都要考虑 是吧 然后来算它平均的 所以这个第五 就不对 我们再来看第六 当贝特技术较大 或者市场分险 溢价较高时 采用实体现金流量模型 进行企业价的评估时 为了计算资本成本 无分险利率 需要使用实际利率 其实我们说 采用实际利率的话 主要是针对什么呀 就是说通货膨胀 特别高的时候 通货膨胀率特别高 或者是预测期 特别长的时候 我们是利用这个实际利率 但这个呢 它并不是因为 贝特系数大 和这个市场分险的 溢价大的问题 你关键要看 它是不是通货膨胀率 特别高 对吧 预测期 我们因为做企业价值评估 我们持续进行假设 那这个预测期比较高 那么你还要看 通货膨胀率是不是很高 对吧 所以这个第六个 也是不对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以往的考题 就是19年这个考题 它还是让我们 判断那个 韩评的观点 根据这个资料三 我们前面已经 判断过两个了 就是我们先来看资料三的 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说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等于无分险利率 加上分险一下 这个是对的 对吧 因为我们RF加上 β乘RM-RF 那个β乘以RM-RF 不就是分险一下吗 所以这个话没问题 然后它接着又说 估计股权资本成本 是应当选择上市交易的 政府长期债券的 你看它有了一个票面 那这一看就不对 是吧 应该是到期收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那我们再接着看 第二个模型 股利增长模型 股利增长模型呢 实际上就是股票的 这个预期收益率 如果不考虑筹资费的话 它和预期收益率的公式 是一样的 第一除以P0加计 那么第一是预计的 第一期股利 P0是当前的这个市价 计是股利的逐年增长率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股利模型的关键在于 怎么来估算增长率 那么增长率的估计方法呢 我们书上谈了三个方法 一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上的 这个股利的这个增长率 也就是我们按照 过去的股息支付的依据 我们来计算 那这个增长率呢 当然我们得用 因为它是就 第一除以P0加计嘛 然后过去可能 每一年的股增长率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用平均 平均的话 可以几何平均 也可以算数平均 但是我们这本书的观点 认为是几何平均 因为它考虑的符合增长 对预测期比较长的话 它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对吧 就以本书的观点为例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个 几何增长率的 还是那道 不用专门计 就是说它在考虑 股利增长的时候 比如说零时点 我们有一个股利 第0 对吧 中间每一年都有股利 我们是选择一个 一段较长时期的 过去历史数据 假设我们选了过去 随便说 选了过去十年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有一个第10 那就是第0第1到第10都有了 那么我们几何增长呢 就是假设股利逐年稳定增长啊 所以第0乘1加计的多少 十次方 另它等于什么呀 第10 那这个是有的 第0也有了 只有计是为之数 就可以得到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计算 其实很简单 就是关键在于 就是说我们得照这个方法 它可以用什么 对吧 就是可以用历史数据 这是第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可以利用 我们的可持续增长率 当然它就要满足一定的前提 就是我如果预测未来 经营效率财务政策不变 而且我们不蒸发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 那就是可以拿这个 可持续增长率 来确定股利增长率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吧 那么这个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就和我们前面第二章 这块讲的一样了 是吧 然后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也可以利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是吧 因为证券分析师 他通常会公布 对这个公司增长率的预测 但他增长率 他是多个 他一般是分年度 或甚至分季度这样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是要给他平均 那怎么来平均呢 第一个呢 就是把不稳定的这个增长率 给他平均化 是吧 就是我们计算足够长的时间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预期 我们去算一个足够长时间的这个 就是有关的一个股力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 给他平均化 是吧 就是还是用我们的几何增长率的那种方式 来考虑他这个 就是有关 我们这个平均的那个股力增长率 第二个呢 就是你也可以根据不均匀的增长率 来直接算 就是有点像我们求 那个非固定成长股的 他那个预期的这个收益率 我们可以通过逐步测试 结合内差去求那个 折线率 是吧 也是一个方法 但这个不会让你做那么复杂的计算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它的方法 怎么去 他如果问一下你 我们如果想利用股力模型 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个股力的增长率呢 我们说有三个方法 是吧 一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股力 的这个我们看算它的一个平均增长率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可以利用可持续增长 另外一个就是利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是吧 把它这个不稳利本增长率平均化 或者是直接用不均匀增长率 去来算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也可以 是吧 就是我们 相当于就是我们 证券分析师预测的话 我们都可以什么呀 就是都不用去 去预测那个 它那个所谓长期增长率计了 那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不均匀的增长率 我们直接利用内差法 来去求它那个股权成本 都可以了 是吧 所以这块也是 大家知道有哪些方法就行了 不用掌握那个复杂的计算 是吧 然后呢 如果要是有发行成本的话呢 就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 对于新发股票 我们要考虑它的这个发行成本 因为存在发行成本 所以它要比利用留存收益 进行再投资的权益成本 会高一些 因为它多了一个筹资费 是吧 这是第二个模型 鼓励模型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债券收益率分险调整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它是利用债务的税后的成本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分险溢价 但这个分险溢价 指的是我们企业 自己的普通股 相比较自己的债券 是吧 它相对于它自己发行的债券 这个溢价率 这溢价率呢 是一个经验数值 没有什么道理的 就是经验数值 就一般来说是3%到5% 之间 如果它的分险 特别高的话 就加5% 如果这个股票的分险 比较低 就加3% 就是依据债务的 首先注意是利用 它的债务的税后成本 另外这个分险溢价 要注意 它是指的是 自己的普通股 相比较自己债券来说 那个溢价 不是我们前面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个市场分险溢价 对吧 我们也是结合立体来看 假公司采用 债券收益率分险调整模型 估计股权资本成本 税前的债务成本是8% 企业所得税率25% 小王认为呢 假公司股票的价格呢 比较稳定 股票分险小 分险溢价率应该为3% 所以呢 他觉得股权成本 就应该定为11% 然后让你判断是不是正确 我们要注意 我们利用这个 分险调整模型 就利用债券收益率 分险和模型 我们是利用债务的什么 税后成本 它的错误在于 直接把税前成本 加上分险溢价了 我们应该是把8% 得乘上1减去 所得税率 然后再去加这个 分险溢价率 是吧 这样才是我们这个股权 就是按照这个 债券收益率分险和模型 算股权成本的 这个正确的方法 是吧 那我们对于 股权资本成本的 这个三种据算方法 你像我们利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啊 或者鼓励模型 还有债券收益率分险 溢价法 他们的结果经常会不一致 那么他如果在 案例分析里面就说 你应该如何选择 就三个方法 计算结果 我们如何选择 那我们说 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说 其实目前并没有存在 公认的一定是哪一个方式 是最好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呢 就是说 把这个各种方法 算的结果 我们去做一个 算术平均 是吧 或者说如果你认为 我们利用某一种方法 它所获取的数据 更有可信性 对吧 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 就刚才按他的案例的提示嘛 对不对 那么他问你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这三个方法 结果各不上 他如果告诉你说 因为目前市场 不是很有效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 有关这个 就是过去的这个 鼓励的数据呢 也比较 就是它的 非常不稳定 也很缺乏 是吧 但是我们对于 债务的税后成本 相应来说 数据 比较稳定 容易获得 那你就可以考虑 由于建于他这个 债券的 这个成本的 这个数据的 获得的资料 比较可信 那我可以采取 债券收益率 加分线 实际上就是 他经常会让我们 去做一个判断 然后说明你的理由 对吧 这是 对于股权成本的 这个计算的方法 那我们再来看 假如他要问一下你 股权资本 有哪些方法 那你列举 至少三个方法 而且问你 如果各个方法的 结果不一样 你怎么去选择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谈的一些 对吧 所以他经常会有 这样的一些 就是提问 然后我们来进行 回答 我们再来看 流存收益 流存收益的资本成本的估计 它和普通股 是类似的 其实如果是利用 比如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还有债券收益率 风险溢价法 那我们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股力模型 当存在 筹资费的时候 流存收益 是不扛筹资费的 发行股票会有筹资费 所以发行股票的成本 会比流存收益会怎么样 就会高一些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 混合筹资的资本成本 那么这一块是 今年教材有变化的地方 它实际上就是 增加了一个 就是针对 我们这个 优先股和永续债 它到底呢 它的这个利息股息 能不能抵税 这块的一个 就是说明 是吧 那我们先来理解 就是混合筹资 它只是兼具股权和债权 双重特性 其实我们这个调材 谈的混合筹资 可转债 认股权费 也有它的资本成本的确定 但是放到了第十章了 我们后面在 长期筹资这块 再来复习 那我们在这部分呢 它主要是针对 优先股和永续债 那么优先股和永续债呢 因为它的这个 永续债的利息 契约约定 优先股 我们按照我们目前的 优先股发行的 管理的崭新办法 也是固定的股利 所以它的股利的 实际上是固定的 就类似于永续年金 那么永续年金 求折现率 对吧 所以那这个计算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我们也是 可以利用 比如说 你看我们刚才 谈的普通股的公式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我们是用 比如说第一 比上P0 如果有筹资费 那你要成本1-F 然后再加上一个增长率期 对吧 那现在我们优先股呢 股利恒定 什么叫股利恒定呢 即为0啊 即既然等于0 第一和 也无所谓第一了 大家每次股利都一样了 所以就很好把握 是吧 你就按照它 这个求折现率的原理 是永续年金 求折现率嘛 所以就是 我们这个优先股的股利 比上我们的这个筹资进 就是这样的 但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优先股 它的股息是预先约定的 它如果约定是 每年付息多次 那你就要注意什么呢 给它调整为年有效的 就是都是 如果复息多次 一年复息多次 或者一年支付股利多次 一定要把它 先算每期的 折现率 就是每期的那个成本 再调为年有效 就是这样 然后永续债呢 和我们这个优先股 你看公式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它分子 就是我们的 每期的 是吧 我们假设我们是 按期五就考虑 每期的那个利息 分母呢 就是筹资进 那么你得到这个结果 是每期的那个 折现率 然后呢 我们把它调为年有效的 就行了 但是关键在于 要不要考虑 乘上一减去所得税率 就是这个问题 是吧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就来强调了 我们要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 分类标准去判断 那当然这个呢 因为是属于会计上的 这个金融工具准则 我们财务管理呢 它通常就会告诉你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比如说 它应该分类为金融负债 它既然给我说了 是金融负债了 你别管它的名称 是叫股票还是债券 它的利息或它的股息 因为它归类为金融负债了嘛 所以它的利息 我都可以抵税了 那你就把我们前面 那个公式结果后面 给我成了一减梯 但它如果告诉你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我们给它分类为 权益工具 那么你算那个成本 就是税后的了 对吧 也就是 你就不用再成一减梯 就是一个税后成本 那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它告诉我 这个旗的所得税率呢 是25% 经过批准发行永续债 发行费用率 还有年利息率 分别是5%和9% 但是每半年复息一次 那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分期复息的 那我们说没关系 遇到分期复息的话 你就先去求 每期的那个 择限率 就像是每期的 那个资本成本似的 是吧 那我们又一是 每半年复息一次 所以它的 半年的期利率 是吧 我们半年的这个 期利率 那我们就是拿这个 9%除以2 是吧 就4.5%了 然后它如果是 权益工具 大家看 既然是权益工具 它的利息 是不能抵税的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的 那个 则限率 比如说我先算 每期的 则限率 就应该是拿这个 4.5% 其实这个 面值多少 这个无所谓 你可以自己设 是吧 比如说按照我们国家 我们债务的面值是100 你就100 随便设一个 乘以4.5% 这是分值 每期的利息 那分母要考虑什么呀 我们的 这个 就是筹资金额 对吧 真正到手的钱 筹资金额 那我筹资金额的话呢 它只要没有说 折亿价发行 就平价呗 然后要乘上一个 1减去筹资费率 那么这个 我们就可以 算出来 它每期的 这个资本成本 对吧 比如说 我用R7来表示 但是我们要算的 这个资本分 是年的 而且是年有效的 是吧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 你刚才算出来 那个R7呢 给它平方减1 那么这个结果 本身就是税后 因为它是权益攻击 是吧 它不能够抵税 那我们算的结果 就是税后的 但它如果 它考试告 你说它归类为 金融负债 那么我们在 算的这个R7的时候 这个R7还是一样的 是吧 R7还是一致的 但是呢 我们在 利用这个 1加上R7的 平方减1 算出来的结果呢 实际上是税前的了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是税前的 但是我们让你求 税后的 那你还得把 这个整个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要比前面那个 提的答案 这个整个结果 你给我乘个 1减去数得税率 就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 如果它是权益类的工具 我们计算出来 这个 折限率 它就是 我们的这个 税后的成本 但如果它是 归类为金融负债 那你这个 责任率是一个 税前的 你要给我调为什么呀 税后的 这样才可以 是吧 那我们再看 第四节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么一个呢 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 加权成本的确定 那么这个 公式很简单 就个别成本 和权重相成相加 但这里要注意 权重怎么选择 是吧 它如果问你 如何选择权重 我们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账面价值 权重 就是直接利用我们 资产负债表上 显示的 会计价值 来确定这个权重 那这个优点呢 是数据 好获得 对吧 相对来说 它的数据是 是属于 我们 就是根据会计资料 是吧 可以获得的一个资料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的账面的 这个价值啊 是反映的是历史结构 不一定符合 未来的状态 而且有的时候 账面价值 它可能和你的 这个当前的市场价 偏差很大 这样就会歪曲资本成本 实际上就不准确 对吧 有可能会歪曲 而且不符合未来 那我们第二个方法怎么办呢 那我就用当前的呗 就是 实际市场价值值 是根据当前的负债权 市场价值比例来确定 但当前的 只是反映着 目前这一个试点 市场价值不断在变 那你就是 你换一个试点 它就会有一个不同的 这个权重 所以它的数额啊 可能就是 这个计算的这个结果 它就经常会变 而且这个算法 这个成本说 也会转瞬即逝 不稳定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 可能 采用目标资本结构权重 从理论上讲 这个目标资本结构权重呢 它其实 不是选的当天这个 是吧 它也是 按照市场价值计量的 但这个呢 是一般来说 可以选用平均市场价格 这样可以避免 证券市场价格 那个变动的 那个频繁 是吧 而且呢 我们目标嘛 是针对未来的一个预测 所以它也适合我们 筹措薪资 就克服了我们 账面价值 只考虑过去 是吧 然后市场价值 只考虑现在 我们这个目标呢 可以反映未来 是吧 所以三个权重 各自的这个优缺点 大家要理解一下 呃 我们接着看啊 还是看19年这个试题 他说你 还是根据资料3啊 看看韩平的观点 我们资料3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前面三个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看第四个 他说计算公司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如果选择 实际市场价格的权重依据 虽然是根据 当前的负债 和权益市场价格的比率 衡量每种资本比率 但可以适用于 公司评价未来 我们说这个不对 它不能评价未来 它只是反映 它特定的试点 就是算了结果啊 可能转瞬即逝 对吧 因为它当前的市价 它经常会波动嘛 它就是 变动会频繁 我们要想反映未来的 应该用目标 市场价值权重 所以这个第四个表述 就错了 是吧 那我们再接着看 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就问一下你 我们计算家权平均 的时候有哪几种 权重的方法 然后你说明各种方法 它们的优缺点 是吧 有的时候会考这样 类似于简单题 那这个因为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我就不再给大家念了 就是三个方法 那每一个方法 它各自的这种 优缺点 是吧 那我们再去看 第二个考点 就是资本成本的 影响因素 对于资本成本的 影响因素呢 外部因素 包括我们这个 市场利率 还有这个 有关这个市场 这个风险溢价 是吧 还有税 这些都会有影响 会影响我们 这个资本成本 那么其实我们 可以这么去考虑 就是说 我们计算 比如说 你就以这个股权成本 为例 股权资本成本 它是用无风险利率 加上β 成上RM解决 RF 对吧 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当 整个这个 就是资金市场 的这个利率 会波动 你想我们RF 是什么 是存利率 加上这个 通货膨胀的溢价率 存利率是指的 没有风险 没有通货膨胀的 这个社会平均的 这个均衡点利率 那如果整个 资金市场利率上升 可能也会影响到 你的均衡点利率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实际上 是要考虑 这个市场利率的 一个因素 另外还要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市场风险意下 对吧 它会影响到 股权成本 而且我们的 股权成本上升 也会联动的 影响债务成本 然后所得税的税率呢 特别是我们 像债务的成本 它的利息 可以抵税 是吧 所以当税率有变化 这样会影响 你的税后债务成本 甚至影响 我们家权成本 然后也不仅 是要考虑外部 也要考虑企业 自身内部的因素 那么内部因素呢 一个呢就是 我们这个资本结构 实际上是你的 这个经营风险的 这个 就是财务风险的情况 对吧 因为资本结构 你增大负债比重 就会导致 你的财务风险增大 这样就会相应的 我们使得你这个 就是资本成本 就会提高了 那么还会说到 什么投资政策 那么投资政策的话 就是如果你投资于 这个 风险比较大的 一些经营项目 那经营风险提高了 那也会影响 我们的这个 资本成本啊 我们前面讲 资本的影响因素 除了无风险利率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这个 经营风险溢价 还有财务风险溢价 所以这个就很好理解 对吧 所以它的影响因素 它如果哪些会影响 你就可以按照 这个 我们的这个理解 是吧 就是凡是影响我们 比如说无风险利率的 影响我们这个 风险补偿的 它都会影响 不仅有外部因素 也有内部因素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往的考题啊 你看我们 13年曾经问过 就WACC代表什么 这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以前 这个还有英文 这个 就是必须用英文作答 所以它就知道 有一些 一些这个 一些关键词 所以它问WACC 现在就是我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吧 然后问你影响因素 是什么 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我们今天的影响因素 是吧 包括外部的 还有内部的 对吧 这些因素 它都会有影响 我们再来看 14年这个考题 它实际上是 以前考的一个英文题 它就让你 根据资料4 是吧 给出的信息 让你计算 三种筹资方案下的 税后资本成本 简要说明 影响资本成本的 关键的外部因素 那外部因素 我们说市场的利率 市场风险溢价 是吧 还有这个 这个税收 税率 是吧 这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让我们计算 三种筹资方案 那我们就去找资料4 资料4 它就说这个 截止到13年底呢 这个东副汽车股本 总额 它告诉我们是 10亿股 是吧 因为是10万万股 10亿股 为了 都是普通股 净资产的是 80亿元 然后14年初呢 公司实施了 13年度的利润配方案 是每10股 普通股 送红利 6元 那就是每股 股利 相当于我们这个D0 是0.6倍 然后分配后呢 公司的股价 维持在 每股 10块钱 我们这个市价 是10 然后预计呢 股利增长率 G 是10% 这一看就 股利模型了 都为了满足 收购这个 就是Finex China公司 1%股权的资金需求 然后呢 东副汽车 需要筹集 5个亿的 长期资本 然后呢 有三个筹资方案 第一个 平价发行 票面利率10% 每年付息的 债券5个亿 你想他 我们算的是什么呢 税后成本 那你这个 又是平价发行 也没有说 有手续费 所以就是10% 乘上1减去 所得的税率 就完了嘛 对吧 所以第一个 很简单 我们再看第二 发行固定股利率 为15%的优先股 是吧 然后呢 他提示你是 税后支付优先股 那就是我们是 全一类的工具 对吧 提示你是全一类工具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我们的资本成本 那就是他的这个 有关我们这个 优先股 是吧 优先股利 15%了 他也没说 择一价发行 就是因为 平价发行 那个15%了 然后呢 方案三是根据 限价发行 普通股 那就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股利模型了 你看 有D0 那就是0.6 D0乘以1加计 成上1加上10% 除以P0 再加上10% 就可以了 所以有简单的计算 是不是 这是 谈的这个 有关资本成本的 这个确定 这个第一文 然后后面这个资料 我们将来再给大家谈 对吧 所以它的影响 关键因素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包括利率 包括市场风险 溢价税率 这些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整个 就是资本成本 这个专题呢 给大家介绍完了 其实对于这个专题呢 因为我们以往的考试 出席的频率 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对于 这个以往的考题呢 就要 就是予以注意 是吧 然后我们需要大家 主要注意的一些考点 比如说这样 资本成本的概念 然后它的用途 另外像 债务资本成本 我们有四个 估计方法 对吧 那么这个四种方法 那我们的应用前提 是什么 另外在应用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 是吧 就比如说 怎么去选择 比如可比公司 怎么选啊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 信用风险补偿率 如何定啊 就类似于这种 第三个就是 普通股资本成本 估计的方法 那我们是有三种 也是这三个方法 那么它在应用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比如说我们 利用资本资产利亚模型 你怎么去找那个 RF 怎么找β 怎么找市场 分险溢价 对吧 股利模型 那个增长率 怎么去找啊 然后我们债券收益率 分险溢价法 你这个债券收益率 指的是什么呀 我们指的是 税后债务成本 而且那个分险溢价 指的是什么 是自己的股票 和自己的债券 对比的那个溢价 对吧 所以像这些 都要注意一下 第四对于 混合筹资本成本的估计呢 就要注意它 按照金融工具的准则 分类为什么 是归类为 全一类工具 还是金融负债 然后就不同的方法 对吧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加权资本成本的确定 就是特别是权重 如何选择 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六呢 就是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 包括外部的 还有我们的内部的 有哪些因素 好 那我们这个专题的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